A-Transposed X1 你這邊是不是會有一個線性組合 A-Transposed X1 這邊是不是會有一個 B-Transposed X2 就是這個對不對 那我強調了這個A怎麼決定的 A是要看這個的Sigma1 這邊的Sigma2 還有這兩群的Sigma12 跟21來決定的對不對 所以他說怎麼辦呢 你如果光看這個A 會有問題嗎 不准嘛 所以他跟你講怎麼做 把這個東西 跟這每一個原來的變數 它的這個什麼 相關係數把它什麼 找到 那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變數 跟那個 經過線性組合這個變數之間 它的相關程度是高還是什麼 還是低的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 A 不是只看X決定的 那 我可以再做一件什麼事情 我把這個經過 線性組合之後的這個 這個線性組合是不是跟每個變數都有關係 那我再去跟它原來的每個變數 X1 X2 X3 X4 X5 我是不是可以把這每一個變數 再去跟它的相關係數什麼 找到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原來的這個 X1 X2 X3 X4 X5 跟這個經過轉換之後 它的相關程度到底是高還是什麼 低 可以幫忙我做更精確的什麼 解讀 你懂我意思嗎 這個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你知道我在講什麼 我不建議你只看A1 A2 A3 A4 A5的數字 因為A1 A2 A3 A4 A5的數字是同時考量自己這一邊 另外一邊 跟這兩個的相關決定的 那我建議你做什麼呢 A Transpose X 是不是這個線性組合 它這個線性組合是不是 A1 X1 A2 A2 A5 X5決定的對不對 好 那決定的以後我再去 把這個決定好的東西跟 X1 X2 X3 X4 X5 這是一個原來的五個變數 我去找它的相關系數 我來看看它 典型變數跟原來的變數 字經的相關程度是高還是什麼 D 它就会避免 有的时候因为你这个 A1 A2 A3 A3 A5 看起来数字可能很什么 小 因为你是要做两边的什么 考量 可是实际上它跟 这边的先行组的关系 可能是很什么 很密切的 OK 所以 我讲这个 我希望你知道我在讲什么 对不对 我觉得如果我这样讲 你还调不 那就没办法了 我已经尽量把它 我是不是尽量把它讲得很白话 很白话文了吧 还听不懂我就没办法了 你懂我意思吗 就是说 柯大 你是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大概知道 因为 A1 A transpose 我在强调 它不是单看这边决定的 我已经写在那边 它是Sigma11 Sigma22 跟Sigma1221 这五个矩阵 某个 还有一个 Sigma1会出现两次 它去做排列组合 然后找到它的 固有项量 对不对 会决定那个 A1 A2 A3 A4 A5 的值 所以A1 A2 A3 A4 A5 的值 不是单纯只考虑 X1 X2 X3 X4 X5 对不对 所以 你如果单纯只看 A1 A2 A3 A4 A5 你来解读 X1 2 3 4 5 的重要性 可能不准 是不准 所以你要怎么办呢 你要把 这个A transpose X 就是这个线性组合 去找 它跟 X1 X2 X3 X4 X5 它们之间的什么 相关系数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每个原来的变数 跟这个典型变数之间的关系 是不是很什么 很密切的 它可以帮忙你做什么 解读 不要只看那个 A1 A2 A3 A4 A5 如果只看那个 A1 A2 A3 A4 A5 可能会被什么 误导 OK 好 所以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呢 各位看 看个例子你就知道了 后面那个各位不要看了 后面那个546页 我也不建议各位看 因为它 它就是在 它里面有些公式的推导呢 就是在讲我刚刚要讲的一些事情 所以你看到没有 如果你是很认真看课本的 你就会发现 所有的课本的每一个章节里面 有些数学你都不喜欢 可是这一章你不喜欢的东西应该最多 它非常不认识你 你好像也不太认识它 对不对 有一次我们家太太看到我在看这个 她说你神经病了 你怎么会喜欢这种东西 我怎么嫁了一个老公喜欢这种东西 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就头痛了 我说没办法 那坐一天和尚装一天钟啊 我就是学着给他办怎么办 对不对 好 各位看一个例子 哪个例子呢 容易说明的 各位看一下 在哪里 在553页 介绍完这个例子 我们大概就可以下课了 553页 这个例子非常好 10.5 Canonical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Job Satisfaction 有关于工作满意 OK 他说呢 As part of a larger study of the effects of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n job satisfaction 有一个人呢 他做了相关的这个研究 他用了一个survey 的instrument 就是他做问卷调查 他呢 有五个变数 是跟工作的特征有关的 有七个变数 是跟工作满意有关的 然后总共呢 发了784份问卷 而且是executive 就是高阶主管 from the corporate branch of a large retail merchandising corporation 做零售的 做零售的 那哪五个工作特征呢 哪七个工作满意呢 请各位看一下 在555页上面 555页上面 哪五个工作特征呢 第一个 feedback 有没有回馈你知道吗 然后呢 Task Significance 工作重不重要 Task Variety 多样性 Task Identity 对不对 Identity怎么样翻译 是不是 是不是认同 对不对 那Autonomy是什么 自主 自主 对不对 可不可以自主 这是五个工作特征 这个大概 一般都会问嘛 对不对 像如果我 我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自主 那我就不要当院长了 对不对 那校长你就直接 校长兼院长 兼所长兼系组 你全兼就好了嘛 你全兼就好了嘛 对不对 You don't need me You know You don't need me as a dean You know what I mean 然后另外的满意是什么呢 Supervisor Satisfaction 你对你的主管满不满意 Career Future 有没有未来性 Financial Workload Company Identification 工作是不是认同 Kind of Work Satisfaction 那个Kind of Work Satisfaction 可能就是跟工作有关的 相关的 我们不知道 我们不知道它的问卷内容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它怎么 How can they define What do we mean by Kind of Work Satisfaction You know We don't know that 所以是这样子 那各位 相关系数在这里 对不对 好 请各位 最重要的是 各位看一下 请各位注意看一下 结果在哪里 结果在557页上面 看完这个例子 你就能够知道我讲的 为什么 你在解读的时候 你不能够只看 典型变数前面的系数 你还要把这个典型变数 跟原来变数的相关系数算出来 它会帮助你什么 帮助你做什么 做解读跟判断 各位看到没有 第一组典型变数 是在556页 56页 是不是跑出第一组典型变数 变数前面的系数 有没有 是不是A1 Transpose 跟B1 Transpose 中间 那个是不是相关系数 是0点多少 0.55 对不对 是不是 没错嘛 可是问题是呢 当我把这两组典型变数 拉上来讨论在哪里 在557页上面讨论的时候呢 你有没有发现 这第一组典型变数啊 比方说U1 比方说U1 第四个变数的系数 是不是很小 负0.02 是不是 是不是 负0.02 那个变数的系数 非常小 然后另外一边的呢 那个什么 是不是一样 第四个变数是0.0 什么 0.01 第三个是不是只有0.0 什么 0.03 那你如果只看这个系数 你会怎么解读呢 你就认为说 这第一组典型变数啊 第四个变数根本没有什么 你是不是会这样解读 没有影响嘛 是不是按照你之前学的组成分 你就会说没影响嘛 因为系数太什么 太小嘛 对不对 可是我刚刚是不是已经告诉你了 你在决定这个系数的时候 因为你不是只看自己什么 这一边嘛 你要考虑另外一边 你要考虑他们的交互作用嘛 对不对 所以建议你把这一组 有没有 把前面这个U1 是不是有五个变数的线性组合 再去分别跟Z1 Z2 Z3 Z4 Z5 去把他们的相关系数算出来 下面的也是一样 请注意 请你看一下 相关系数算出来了 在中间 虽然一个是0.2 0.1 可是相关系数是这么小吗 不是哦 那个0.0.02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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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的 到底下面还有多少 是不是还是有0.62 是不是 当然 它只会跟U1比较大啦 因为 因为它这个主要是U1 所以你看它跟V1呢 就会比较什么 小 所以你看到没有 X跟U 会有比较大的相关 跟V也不能说相关系数是零哦 因为 很正常 因为X细数决定的时候 V这边细数决定的时候 是不是要考虑X的状况 你看到没有 你看到没有 所以是不是要叫你把 典型变数 分别去跟 两组变数的相关系数算 通常你会 不会看另外一边 U就会只看X V就会只看什么 Y 因为它的 很明显都会比较什么 比较大 所以你看有一个0.01的 可是它是不是还是 没有那么很小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你要注意的 就是你要注意 0.01你觉得很小 0.02 可是0.02在X那边 还有0.多少 是不是0.6级 0.6级 0.6级不算小 不算小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 你会看 一般他们如果是 跑典型相关分析 它不会只跑出 5.5.6级那张表 因为如果你把第一组 拿出来看 会有0.02 跟0.01的 那你为了避免说 0.02是不是真的不重要 你就会再把下面 典型变数 跟原始变数的相关系数 通常把它什么 算出来 会得到557页的这个结果 有没有 这就可以验证了 我们光讲 我一直讲 讲了半天 你讲的嘴巴都快破掉 你还可能不知道 我在讲什么 那这个例子 是不是很好的例子 对不对 你光看典型变数 前面的变数的系数 0.02 0.01 0.0级 不准 值怎么那么小 那你去看它的相关系数 对不对 0.02的 还有到0.62 所以这个0.02很小 可是你不代表 你不能解读说 在第一组典型变数里面 Z4完全不重要 因为系数太什么 太小 你应该要再看这个 它的相关系数 还是有0.62 还是有中度以上相关 所以你说 你需不需要考虑这个东西 还是要考虑 只是说 它relative来讲 可能没有那么 跟它的相关程度 没有那么高而已 对不对 0.6也算中度 所以是Test Identity 这也可以理解 你对工作的认同 有的时候 没有办法那么高 这很正常 对 我对我的工作 也不太认同 可是没办法 我要认命 对不对 因为我必须要 把整个学生的责任 所以我必须要 把整个学生的责任 我也不想做 很累 对不对 我今年还在开玩笑 今年我们馆院老师 休假的名额没有满 七年可以休一年 我就问世秀华秘书 秀华我可不可以休假 理论上可以 可是我们不会把你的休假 送出去的 你不可能休假 那休假就代表 你要把院长辞掉 我们不会让你辞掉的 你做到一半 怎么可能辞掉 谁要收这个烂坛子 我说谢谢你提醒我 就是这样子 所以identity 你可能不认同 所以它相对比较低 是很正常的 对不对 那另外一边你也可以看 x2跟v 哪个比较低 一样是3跟4可能比较低 对不对 OK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 我们这个 其他地方我想 我就没有办法再讲 因为这个 其他地方 讲意义也不大 你自己看那个 你看得也很痛苦 我讲得也很痛苦 对你们是一种折磨 对我更是更大的折磨 所以 I'm thinking about giving that up 可以吗 这个例子非常好 你就对应到我之前讲的 就是你不能只看系数 你看了系数之后 就会失真 不准 你还要把这个典型变数 跟它原来变数之间的 相关系数找到 就更能够显示出来 这个典型变数跟它 关系大不大 那你要再做综合的考量 来做看什么解读 OK 好 那这个相关系数大 就代表这两个东西 是相关的 对不对 什么东西可能跟另外一边高 就组织气候 跟工作满意 对不对 特征 甚至于你还看到 你看到更多已经做到烂了 就是什么 主管的领导风格 跟员工的什么 满意度 跟员工的绩效 那肯定也用这个做 那主管领导风格一定有很多什么 很多面向 对不对 我也不知道现在是怎么样 我以前 是很恐怖的 我以前 对以前是很凶的 以前 他们都 你们知道我有个外号 小李飞刀 我有个外号叫小李飞刀 你们可能不知道 对不对 当人从三分之一开始 往上 三分之一到一半 最多是到四分之三 一个班 所以那次有一个学生 在路上看到我 我把他名字叫出来 他当场 脸色发青 然后嘴巴讲话 在发抖 老师我都想起来 以前被你荡掉的 那个example 我说 好 不要讲这个 怎么每次看到 我都跟我讲这个 你现在都已经毕业那么久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那个样子 对不对 已经离那个时间很久了 That's about 15 years ago 可能我刚教书 没两三年 那当然理想性比较高 对不对 Somehow right now you have to face the music 要面对现实 不一样 学生不是跟你一样 都喜欢这种东西 对不对 你必须理解 对不对 有没有什么问题 好 我想我们大概 这个学期就到这边 我们事实上已经 多上两个小时了 差不多多上两小时了 所以我们今天提早 一小时下课